大家今天是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拼替月數了 這況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請我們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福克 各位議員 其實我剛剛講到4126 離我們真的越來越近了 身邊一定都有聽到有朋友 有在確診 或是至少有被匡列當中 那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這麼近的狀況下 可能很不幸哪天是你自己 沒錯 我們議會同仁 已經有四位匡列 一位確診 目前中 那臺北市政府也有很多的高級的官員 也都確診了 而且狂列在裡面 所以我只能說 以往都會覺得好像疫情 我們不是很嚴重 沒有關係 這幾百例幾十例 甚至我們的指揮中心 一直說清零完美 現在越來越多確診 連醫生都說 如果你周圍沒有認識 有確診的人 代表你沒有朋友 就表示現在疫情 真的越來越嚴重 可是疫情越來越嚴重 我們在意的是什麼 在意是指揮中心的態度跟做法 有沒有做出來 讓民眾來適應跟追尋 很明顯的沒有 我認為陳時中部長指揮官 現在他的氣在亂心在亂 為什麼 因為隨著疫情越來越不穩定爆發 可能對他的選舉之路 越來越坎坷 4月初的時候 我們公費篩檢的陽性率 才0.3% 很低 到4月19號已經暴增到2.5%了 暴增大概8倍左右 這個東西代表了 接下來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對陳時中而言當然很急啊 大家都知道他想要選 只選台北市市長 其他都沒有興趣 這風聲傳了很久 甚至在民黨內部都傳出來 他原本估計是可能在6月就要宣布了 現在可能疫情的期間 可能會到7月 甚至如果再爆發延長 8月都有可能 對於他涉獵台北市市長大位 我覺得有很大的阻礙跟影響 所以對陳時中而言 最近才會幹話連發 又連發了 前面好像有段時間 好像消停下來了 這種上一次的大爆發 什麼叫正回歸 很奇怪的一些數據完之後 這回又連發了 包括人說什麼這個丟鑰匙 我正常看過新聞 他說真的有個爺爺 從樓上丟鑰匙給他奶奶 就插在他孫子的頭上 因為丟不準 沒丟準還直接進到水溝蓋裡面了 對都有都是很多嘛 所以這種事情原則上 總會出出一個指揮官 一個我們的總指揮獎的話 其實我覺得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剛好看到我們的群組裡頭 也有一個無助的孕婦 想要尋求幫助 他家中有小醫的一個大寶 然後4月21號說被通知 班上同學確診的COVID-19 全班隔離當中 自主快篩本來是呈現陰性的 不過因為他本身已經快要生產了 所以產前診所已經告訴 如果有這個確診者的診所 是不能收治的 必須要轉診專責的病房 所以他一直很注意 就想不到他的大寶 現在開始PCR顯示為陽性 他也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 第一個呢 他要不要先等到他的大寶姐隔離 可是他如果有產照的話 也沒有辦法等類似的狀況 層出不窮 那當然我們沒辦法指定 指望說我們的指揮中心 一定可以了解 一定可以接地氣 他們一定會說個案個案 但當個案多的時候 而且你叫指揮中心 你不是一個人自己決定 你有這麼多團隊 一定有很多人身邊 都有遇到類似的狀況啊 不過議員 沒錯啊 但是指揮中心的答案 就叫你自足應變 都跟你講很久 你要自己想辦法嘛 那成年人了 什麼事要問陳時中 他也不是年來嗎 但這問題真的非常多 從一路以來 疫情的過程當中 我們先講了 之前我介紹比較多的案例 輕微的 是打電話來跟我們訴苦 一聊聊半個小時 因為他在家裡很悶啊 就剛剛一樣 這差不多了 對 很焦慮 就是說開始東罵西罵 感覺覺得人生沒有希望 感覺起來 未來該怎麼去做 然後在罵政府 為什麼都不替他們好好想一想 這是正常的精神狀況 可是還算輕微的 就是說只要拍攝聊天對不對 其實他的心情能夠稍微穩定 服務處就變成了那個 就張媽媽專線 張媽媽專線 你爸爸 對 大家都這種狀況 嚴重點比較麻煩 是碰到一些慢性病的 尤其是長者 他一個人獨居的長者 他打到1922 1922請他找當地的衛生局 他打到當地的衛生局 衛生局就跟他說 請他找當地的臂長 但他又沒有電話 也不敢出門 最後從他的櫃子 翻出來了 由我們辦公室的名片 就打電話來 請我們幫忙協助 可是這種東西 我們接到很多 不只我們 我現在每一個很多議員 都接到一樣的案子 因為有很多人 實際上 他對於防疫政策 該怎麼做 他們還是不是很了解 我現在就問 在座有沒有很了解 現在隔離政策是什麼的 沒有人在 太複雜了 到底隔幾天都沒人知道 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因為一直不停的改動 現在我們很多同事被隔離了 大家都說隔離的時間是10天 居家隔離10天 但後來我去問 發現不一定是10天 他說確診者 靠近 因為某一個確診者被隔離 那個確診者如果CT值越低 穿熱率越強 你的隔離時間有可能拉長 但是那個確診者 如果CT值比較高 穿熱率比較低 你有可能隔離時間放短 所以實際上都還有各縣市政府 再來根據你案子來評估 哇這樣一想下去 就越來越複雜了 到底怎麼隔離 沒有人清楚 包括大家常常看這個 我們目前簡化疫調 因為人越來越多 我覺得這很重要 直接礦列 原則上礦列了就是 回家自己照顧自己 要不然就是去防疫旅館 住家同住家人直接礦列 如果有確診者 職場相鄰座位九宮格 直接礦列 學校高中以下 密切接觸同學直接礦列 餐廳同桌用餐者直接礦列 其他密閉空間 共處時間教長者直接礦列 寫的好像看起來很清楚對不對 實際上非常不清楚 我隨便問一個 什麼叫做密切接觸者 他沒辦法第一 李秉穎跟括弓姐算不算 他就說李秉穎說不算 他明明就在進 沒錯啊 對啊 他就說他不算 不只九宮格 不只很近 你知道廣播都很近 但一公尺不到距離 他說他不算 但是有了九宮格就算了 然後再來後面還有很好笑 如果與密閉空間 共處時間教長者 請問一下什麼叫做時間教長者 也沒有個定義啊 五分鐘算不算長 一個小時算不算長 不知道喔 就像很多民眾對他而言 他第一個是擔心 如果他真的是被礦列到 要上班 沒辦法去很麻煩 另外就是 他根本不曉得 他到底自己數不數 要被礦列的範圍 所以爭議非常非常多 這些東西一直都在發生 可是我們指揮中心 老實說到現在 還是沒有任何的作為 我講一個不好聽的啦 我覺得防疫 不管從中央到地方都很辛苦 真的因為壓力非常非常大 但是我個人認為 陳時工跟指揮中心 他們的超前部署 以往一直講超前部署 我認為他們只有在超前部署 選舉 沒有在超前部署疫情 為什麼很簡單 我們先看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Omicron的感染率 香港16% 新加坡20% 南韓32% 都相當高的比例 可是陳時中之前講 他說他只希望台灣的這個感染率 能夠大概壓到15-6%就好了 不一定到20% 壓到15-6%就好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台灣現在的結合 是跟香港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之前超前部署在哪裡 你的超前部署 沒有讓台灣疫情爆發 避免跟減少 你只是把時間拖延延後而已 這是沒有意義的 你看到其他國家 表演了這麼多個月 結果咧 我們一樣爆發 一樣無能為力 這就是陳時中目前的做法 更好笑的是 在講到疫苗 這是我真的受無聊 我們接到電話也非常多 兒童疫苗 大家現在大家都知道 台北市應該是全台灣 我問到的是 BNT疫苗都沒了 打光了 所以只剩莫德納 那好吧 那孩童疫苗 就只能打莫德納疫苗 那所有就跟你講說 莫德納沒有問題 因為在很多歐盟 都有都已經許可了 你就放心打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 那就不要打好了 不要打 這種不負責任的話 是推給民眾 叫民眾家長自己來處理 要知道那些家長 對他們孩子安全 比他們個人安全還在意 每個打人都在罵說 我們希望打到BNT 那為什麼沒有 那為什麼指揮中心 態度給他們感覺是 如果他們不打莫德納就算了 他們自己選擇 甚至陳時中還講句什麼話 他說為什麼台灣到現在 沒有BNT兒童疫苗 是因為台灣無法直接跟輝瑞 恰循這個採購事宜 在去年不就知道的事情 之前台灣為什麼沒有BNT 就是因為 輝瑞跟上海復興是簽合約的問題 你們無法跳過上海復興 結果隔了一年 陳時中就還是講一模一樣的話 跟大家說為什麼沒有BNT疫苗 這些東西民眾都看在眼裡 這民眾能夠反應嗎 陳時中不理他 指揮中心也不理他 現在每天還是在 疫情指揮流行中心開記者會 然後每天報數 我要講他從幾十例幾百例 一千例兩千例三千例 一直報到四千多例了 除了增加他個人聲量跟曝光率之外 你告訴他有任何意義嗎 沒有啊 他報幾千例 民眾有感嗎 無感嗎 就我這些陳時中 不要再為你個人聲量 天天開記者會了 與其你每天專量開記者會 我真的建議 你到地方上好好走一走 了解到各縣市真實狀況是什麼 不要讓很多民眾 他們叫天天不應 那種悲慘狀況一直持續發生 我認為這才是 我們民眾包括對於 所有的從政人員 對於指揮中心 他們的期望跟期待 那也希望陳時中好好想一想 你想不要選擇台北市市長 我尊重你 但是你現在把你位置做好 你現在是衛福部長 而且是指揮中心的總指揮 麻煩讓全台灣的民眾 能夠免於疫情的恐慌 才是現在應該做的事情 自己的傾銷工作要做好 所以我再次給大家推薦 旺旺水神機 有一種比較大的一種物化器 大的物化器 它大概有四公升 小的地方像這兩到三瓶左右 你可以買這種小型的物化器 怎麼買呢 來這邊有個QR Code 買的話請你輸入 CTI285